哈喽大家好 在之前的影片中我们带您看到 前响尾蛇球员Perrado Parra 对当时效力于稻奇的郭红志手中 急出中外野的大号拳雷达将战局扳平 但是争议的地方是 Para居然站在打击区看这球 连跑都不跑 这样的挑衅已经打破棒球的不成文规定 而且还让两队板凳清空 稻奇王牌投手Clayton Kershaw 甚至在休息区叫嚣 他隔天的先发一定要Para好看 那接下来的影片是由麻将大师赞助播出 麻将大师百万大赛 现正如火如土举行中 总奖金超过100万台币 现在参加4月份赛事 也可以获得明星三却一 IB5万 请搜寻麻将大师麻将Masters 赶快来报名吧 三连战前两场都输给响尾蛇 这次到期派出明星投手Clayton 肯定不能再漏气了 比赛进行到6局上 没有人出局 Clayton Kershaw已经投了5局的玩风比赛 只是没想到这次面对 Horado Power 在球数没有坏球一好球的情况下 他投了一颗近身95麦的诉求 没想到主神Bill Welk 直接把Clayton Kershaw赶出场外 这时候总教练Don Matinley 爆冲出休息区 捕手Rod Barajas 还有Clayton Kershaw本人 也马上向裁判解释 但是总教练挡在他们面前 希望得到主神的解释之前 可以保护自己的球员 Kershaw的内角近身球 插到了Para的手肘 主神认为他是故意的 连警告都不给直接赶人 这场比赛 可是Kershaw可能得到第19胜的比赛 他想要拼生涯首座赛养奖 所以这场比赛的重要性 由此可知 另外费承人的Roy Holiday 也跟了很紧 所以他每一场比赛 都不能出差错 当主神在跟Matinley 做解释的时候 现场道奇球迷 虚声不断 Kershaw与Barajas 都不敢置信 Kershaw也不愿意离场 一脸上的Para 则是双手插着 放在胸膛前 似乎认为 道奇队闹够了没 没想到此时Matinley 被驱逐出场 现场球迷 又开始大肆喧哗 两名裁判这时候 只能乖乖的被骂 反正Matinley 已经被赶出球场了 他至少要骂个够 才愿意离开 右边这名现神 似乎不想眼睛 跟Matinley对到 不然下场 可能跟主神一样 他宁可在旁边陪伴着 反正不要骂我就好了 Kershaw只能被迫离场 还好道奇队 最后以3比2 击败响尾蛇 Kershaw拿下第19胜 而且在球季最后两场 也拿到胜利 最后以21胜5败 2.28自身分率 拿下生涯首作赛羊将 最后我想问大家 你觉得Kershaw那球 是故意投内角的吗 另外你觉得 他应该被驱逐出场吗 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次见